今天是我们在大连的最后一天了 今天的计划就是别让自己太累了 所以计划一直待在海洋馆里 在网上做了对比 最终选择了圣亚海洋馆 总共四个馆 票价一个人两百四 时间比较赶 就随便在超市买了点东西带过来 租的车已经换了 准备逛到下午三点多 直接搭大连的地铁去机场 还是很方便的 那么大连的圣亚海洋馆 究竟好玩不好玩 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吧 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海洋世界了 先免费先来这边盛个包 总共有四个馆 我们先进一个馆 第一个馆看一下 海洋世界成人票 一招紧进 我们现在先过来看表演 先看海春表演 对 因为人很多 男人小朋友 他这个第一台的话 是借水区还不能坐这边 小朋友真的好多啊 现在人已经满了 这里已经满了 这里已经满了 那里是几千 个人推的吧 表演 看完了现在回来逛一下 你上来看我这个眼睛做的 笑嘞 我真好看到他 哎呦 笑嘞 看一个小鲨鱼 对 好多人啊 看一个这个海底世界真的是 哇哒 真浮了 全都是 全都是 看有多少鱼鱼 这边大了 小鱼 这么多鱼 来了来了 小鱼 小鱼 好像对这种东西还蛮激动的 一会拍照片一会拍鱼的 这么多下鱼呢 哇 你看 玩累了吗 没有 女人过来就是来这边拍照片的 哇 其实说实话的话 让我来逛这个海洋世界的话 我觉得有点无聊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我们听到呼呼呼的声音 快过来吧 你说什么东西不敢这样 我以为这是鬼屋 我以为是鬼屋 刚刚还小小的兴奋了一下 我们就看了一个馆 然后现在就出来先吃饭了 我吃凉皮 我吃泡面 这个全是从外面给带过来了 然后我还有昨天的鸡蛋 还有鹅肝 应该是挺丰富的 这边还有个右键先查 你看这个毛那边 很明显就是不做的 这么大的海螺 这叫香菇山河 这个鱼怎么看起来这么恶心啊 那里长得真狗吞鱼 吃啥 猎吞鱼 猎吞鱼 鱼 吃鱼 好恶心啊 这怎么这么长的 看清楚了吗 太清楚了 看得特别清楚了 看得特别清楚了 哈哈哈 他刚刚直接跟我对饮了 我用那个镜子 有有有有有用 工具上了 它一个钱都大一个钱都小 你看嘛 对 机型吗 这个它也是一样的 一个大一个小 这个皮就跟蛇皮一样 非常的光 就是尾巴有点恶心 它是现在世界上宣纯 七种海归之一 在大连深县海洋世界 看到两种 一种是带帽海归 一种是绿海归 然后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海龟 它就长这样 它不会说回去了 木龟的话 它在陆地上 因为它行动物 它的天敌比较多 然后它需要有个壳保护自己 但是海龟不一样 海龟有坚硬的外壳 在海里边它的天敌非常的少 也没人想去吃它 所以说它都退化了 导致它不会往里边说了 好 第三个展馆 吉吉四季 来啊 下午6点多的飞机票 所以说我们只能在最多之处再看三个小时 下去看 走 这个鲸鱼 真鲸鱼还是第一次看到的 没有时间 起床了 有啊 一 二 三 跳 好懒啊 都在睡大觉 都在睡觉 请问为什么你们都在睡大觉呢 哇 好多人啊 十二点 十二点四十六来啊 这边进不去吗 这个是生亚年谈情语 有机会呢 啊 啊 非常有感觉啊 这咋的缺咬慢着啊 你醒一醒 你呼吸一下 你真正共呼吸抢救一下呢 最后一个管 有完又没有了 这个表演比上午看的那个表演一样 是 对 这个海狮是吧 海狮对 还有海象 还有一个海狮 对 这个比较好玩一点 特别好 我觉得海狮海象跟同仁性一样 跟比狗子还要同仁 还有最后一个管了 看完呢 就是没有了 那才看完也就两点多了 结束了 然后我们慢慢走呗 反正也快了 你看好多人啊 小孩特别多 我们跟着小孩在海队里面 北枝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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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大 前面还有 好洋友的 你看一下 可以看啊 看一下北枝球 哇 还有他手下边就 哇 在这北枝球 看到北枝球 你看他这个母帐感觉融融的 其实有时候很细很细的 起来在哈呆呢 哇 好多人 哇 你看这只 他长得跟鸟一样啊 嘴巴 他想吃你这个 可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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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终于看完了 刚刚正好碰上了一波小孩 哇 太多小孩了 头吵吵吵吵吵吵的起来 好 现在准备回去了 我还没有玩哥们 那你就去上 刚刚那个小孩 那个小孩还没看完 我想回去再看一遍 你着急走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大连的地铁了 马上直接坐车去飞机场 顺便看一下大连的地铁怎么样 还没逛完 还想逛过 四个馆全部都逛过了 那还没想玩 来了 感觉地址都差不多 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 玩完了 准备离开大连了 准备上飞机 然后今天晚上就到南京了 回家啦 没了 七位了 现在是大连回南京